在中央19核開始時期約前三個境界進展 17核開始台南的橋間佈蘇競技民眾建立企護 並且在服務集中國教廚客棟聯合扯工 在家中辦公室刷到服務 一款強國民眾扯工的訴求和風野做法 因此幹部交通計到六月離合維基 影響服務1357位 毛病眾感受到服務嚴格風野台度和信號 還蠻蠻周全的 就你現在目前這樣子算是還可以接受 你公主要是辦什麼業務 我是辦公務局辦業務 公務局的業務 所以就這樣還蠻貼心的 對對對 還有都有人會來接待這樣子 又經過防疫的需求 又經過你們洽工的需求 是是是 現在是防疫期間 但為了要繼續服務市民 市長非常貼心 在我們市政府二樓戶外佐郎 設置的衛名服務專櫃 那這些呢 都是低線的服務民眾的局處 總共有九個局處 那關於公務局而言呢 我們從設置櫃台 5月17號開始到6月2號為止呢 總共服務了1357人次 那服務的內容呢 但是建造施造的部分 以及普劃圖說 以及建築套會 就上了八成 那服務的民眾呢 非常滿意我們這樣服務的效果 那對防疫呢 也很有幫助 既有幹部局表現 每一天上班時間 差不多都有百多人處醫生 給我 民眾請說 幹部的部分 11禁止行件 攝理太陽齡 以及建造 蘇教的發教 壓部 定上座 將八成醫生 既有表現 照相關的情 這行給我 對齊修為期 感謝民眾 風野機閃 專列配合 待新博恩 郭恩吉 和喬邦 彩虹波的 兩人 警方 聯絡